其实我挺不愿意把这一幕拍出来给大家 我是希望你们收到的都是现在的 非常完美的包装的那些羔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看到的这一幕呢 是我们背后应该做的事 但是今天我要给你们曝光出来的原因就是 你们总问我们的鲜羊肉 手续到底正不正规 你们所收到的羊肉 到底是不是有正规屠宰的正规的简易标 今天就给你们解锁一下这个答案 这个呢是今天拉来了四十多只羊 现在还有十几只在这等待这个宰杀 里面已经放进二三十只进行宰杀了 我们所有所有的肉 都是到正规大型正里的大型屠宰厂进行屠宰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屠宰顺序 先把他们在这里圈起来 这是一个大车把他们一起拉过来 先在这里等待 然后再到里面去 妈妈 给你动一下 早上六点起来就开始装羊了 一直也没有时间去拍视频 因为整个过程都非常紧凑 有的时候不是 有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简然有气 真的很忙忙 再加上现在下大学了 我们整个过程都会常忙 刚刚就是我们带宰杀其余 这个地方呢是宰杀其余 在这个地方宰杀以后 再到里面的细风机细风包间去细风车间去细风车间去细风车间呢就不允许任何人进了 因为我们要干净 这里呢只负责宰杀 这个地方呢只负责宰杀 我不能给大家露太多东西啊 因为它有那个什么东西 红色的东西在 那对我账号不太好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拍这个视频的目的就在于 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 我们是在这种大型屠宰场 正规屠宰场 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 所有的简易标志都是正规的 受风冷裂发货到你家 这就是所谓的新鲜 今天在大明天发货 昨天宰的羊在冷库里面冻一晚上 然后今天风哥这个冻是必须的 它不是不代表鲜肉 是发走之前必须把它冻了快递才能发走 这是昨天现在的 冻一晚上 今天发走 这就是鲜肉 没有比这更鲜的肉 这个里面呢不方便给大家看太多 西风车间呢也不让我们进 人家全是全武装 然后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戴着 所有的话进不去的 就是这个大的车间里全有了啊 然后呢 刚刚那个场景呢也不能给大家看太多 因为像这儿太学生性了啊 然后我就 里面的情况呢大概就到这里了 真的是不能设计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些东西已经足够你们了解 我们整个的宰杀过程 然后就是送风冷裂发货 其实真的很简单 牧场拉来这儿宰了以后 跟我们所有的简易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发货 你的产品真的很新鲜很新鲜 新鲜到从我这里一夜之间飞到你那里 现在呢对在我们这个当地呢叫做卧室 卧室是什么呢 卧室就是冬季土背肉的时候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此地话它叫卧室 卧室就是宰杀牛羊宰杀猪肉 土肉 过去的人嘛因为没有冰柜 他到了冬天的话 他一定要把肉宰杀了 除好了除到雪地里 然后冬天 到第二年夏天 然后腌成肉酱这样吃 但是现在我们都有冰柜了 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事 但是依然 冬天依然是吃牛羊肉的季节 依然还有卧室存在 存在的意义就在于 我们的生长周期 就是从今年 前段时间下羊高 到第二年的今年 第二年的现在 它就开始宰杀了 羊的生长周期就是这样的 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季节 如果你不吃点热量高的 如果你不吃肉的话 你的身体是扛不过去的 再加上现在环境越来越不好 冬天足够的冷 夏天足够的冷 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照顾好我们的环境 就是我们年轻一代人 真正的使命 对不对你们说 今天真的很忙很忙 我就不跟大家 闹很多很多话了 我要去 最后人家给分割出来以后 我们要进行打包 所以的话希望大家感觉 希望你们都能吃到新鲜的 成草地牛羊肉 谢谢大家 新鲜区 不是不用说 你卖过他 为什么你卖了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了 開 uhhh 一天 坐下 是啊 vi